谁是童话王国最讨厌的人 我都小雪一样 为什么 谁让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妈妈总是让我向你学习 烦死了 大宝 你这有什么理由啊 我要投你一票 我也投大宝 谁让大宝你投我的 大宝已经两票了 黑眼魔王 你快跟我们一起投大宝 黑眼魔王 我昨天爱情你吃了零食呢 你不能投我 那 那我投小雪 小雪大宝都是两票 那这一局 我们让小伙伴也来投票吧 小伙伴们 快投出你们心中最讨厌的那个人吧 希娜 快说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是 谁是童话王国最笨的人 那我投大宝 大宝每次考试都不及格 我的船又下降了一点 黑眼魔王 你好意思说我 你连加减法都不会 谁说我不会的 那我来考考你 一加一等于几 当然等于二了 太简单了 那二加二等于几 等于四 那四加四呢 四加四 四加四 等于六 黑眼魔王 你果然不会 童话王国最笨的人 非你莫属了 不好意思啊 黑眼魔王 我也要逃你 不要啊 黑眼魔王的船太重 沉入了海里 所以 黑眼魔王淘汰 可恶 我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一轮 伙伴们最喜欢童话王国的人是谁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我了 我漂亮 美丽 大方 小伙伴们肯定最喜欢的就是我了 我投自己一票 哇 我的船上升了 没错 这一轮得到投票的 可以让自己的小船升高 最后 谁的小船最高 谁就获胜 那我也投我自己 毕竟 我可是童话王国最帅气 最活泼可爱的男孩子 那 我还是童话王国最善良 最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呢 我猜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是我 所以这一轮 我投自己 奇娜 你也快给我投一票吧 奇娜 快把你的票投给我 给我 你们不要吵了 我觉得 小伙伴们最喜欢的人 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 小伙伴们 我已经给小雪 小辈 大宝的身上 不要上了编号 快发送你们最喜欢的那个人的编号 告诉伙伴 小伙伴们 一定要选我 我怎么变成臭豆腐了 千里 我怎么变成冰淇淋了 我怎么变成一杯可乐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三个好好享受吧 我怎么突然到餐厅里了 难道我梦游了 好饿呀 好多吃的 有我最爱的臭豆腐 让我尝尝 让我尝尝 不要吃我 我吃 等等 好歇好歇 黑魔王 不要吃我 我是大宝 你听见了没有 我是大宝 吃土豆腐 怎么能没有辣椒酱呢 不要 我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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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 好辣 我快融化了 谁来救救我 算了 先吃冰淇淋吧 都快融化了 不要吃我 快去让我融化了吧 小雪 我来救你 我跳 哎呀 这渴了怎么撒了我一身 不想吃了 可恶 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 算你们逃过一起 好险好险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变成食物了 真没意思 去外边看看 谁我知力 我变 我怎么变成包子了 刘梅迪迦 你怎么了 真有意思 我再变 蒙面人 你快住手 我才不听 我要把你们都变成食物 我变 我的魔法比你厉害多了 小朋友们 快发送一一一 帮我补充能量 打败蒙面人 不然 通魂文国所有人 都会被蒙面人变成食物了 可恶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发送一一一 好的一一 我的能量 比以前增长了一倍 谢谢小朋友们 精灵精 王明人 你是谁 你为什么 要把大家都变成食物 我就告诉你们吧 我是食物精灵 食物精灵 我的好朋友 你怎么 一直在童话王国里捣乱 我没有捣乱 你们看看地上人的那些食物 是我没吃完整的 在童话王国 每天都是一百吨的食物被浪费 我只是让所有不爱惜食物的人 都感受一下食物的难过 小精灵 我们快去让食物精灵道歉 食物精灵 对不起 我们知道错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他们呢 别乱去 小妹 你终于醒了 我不是小妹 我是 我怎么会在这里 小妹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不是小妹 我要回家 我怎么一眨眼就出现在森林里了 你谁竟然敢冒充我 没有冒充你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童话王国 哼 别装了 我要把你送进坏人馆里去 黑暗魔王 嘿嘿 跟我走吧 不要啊 熊妹 千万别眨眼 听我说 我不是小妹 你就是小妹 是黑暗王国想用假熊妹取代你 他们就快成功了 你现在很虚弱 可我不记得我是小妹 我是 我是谁 是黑暗王国的人偷走了你的记忆 你的记忆越来越少 当你完全没有记忆的时候 你就会消失 而且 现在你一眨眼 就会出现在别的地方 不是 我好快 我坚持不住了 不行 熊妹 你千万别睡 睡着你就消失了 跟我一起回忆 你想起的记忆越多 你就能恢复的越多 那好吧 你在童货王国最喜欢的人是谁 是小雪吗 不是 是眼镜老师 竟然是眼镜老师 熊妹 你怎么还不回家 我等于停在回家 你是没带伞吧 我送你回去 下雨了 你的小朋友都有家长危险 为什么我没有 我的爸爸妈妈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熊妹 别伤心 你的爸爸妈妈 是去保护同佛王国的 他们也是为了保护人 以后下雨了 我来接你回家 眼镜老师 眼镜老师 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照顾我 所以我最喜欢眼镜老师 很好 你已经想起来一些了 继续想 你还记得你的朋友们吗 我像有小雪姐姐 我还有 我还有 熊妹 熊妹 谁找我 不好 熊妹 别眨眼 看着这个魔法桥跟我说 我不是熊妹 我不是熊妹 我要睡觉 我要睡觉 睡吧 睡 熊妹 别睡 快醒醒 熊妹 醒醒 金灵新房 他们 是在救我吗 小精灵又来坏我好事 黑暗能量 沉睡 熊妹 再见了 童话王国 以后我就是真正的熊妹了 小精灵 真正的熊妹已经消失了吗 我们都会忘记她吗 不会的 我刚才想到一点熊妹的意识 她现在在这个魔法球里睡着了 我会想办法让熊妹恢复的 不准学习 玩具和零食都归我了 熊妹真讨厌 熊妹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 小雪 你记错了吧 熊妹一直都是熊孩子 很让人讨厌的 熊妹不是熊孩子 只是真正的熊妹沉睡了 你们的记忆也被黑暗王国的人窜开 才会以为刚才的是真正的熊妹 哦原来是这样 那怎么才能让真正的熊妹回来 只要你们一起叫熊妹的名字 就能唤醒真正的熊妹 叫熊妹的人越多越好 那我们赶快叫熊妹的名字吧 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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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梦当什么 小精灵 不搞了 童话王国出现了恶魔孩子 哼 可恶 恶魔孩子又混进了童话王国 我要赶紧把他揪出来 都站住 我要检查翅膀 精灵之力 贴使翅膀 小辈大把熊妹都是贴使孩子 小精灵 咱们突然要检查我们的翅膀呀 就是 发生什么事了 童话王国出现了恶魔孩子 严谨老师已经被消除了 大家要小心点 童话 那恶魔孩子到底是谁呀 一定是小雪 童话王国的孩子 只剩他一个了 好 好可怕 小小娘 你快去把小雪抓起来 孩子们 别害怕 我现在就去 恶魔孩子 你跑不掉了 小精灵 你说什么呀 我是小雪啊 别装了 我现在就把你送回恶魔王国 不要啊 小精灵 你看可恶 我怎么会是恶魔孩子呢 你还嘴硬 竟然吃力 你竟然有三对恶魔翅膀 这不是我的翅膀 我的翅膀明明是白色的 哼 别想骗着了 小精灵 你再见了我 呵呵 我之门 我要把你送回恶魔王国 精灵之力 天使之力 我们要去恶魔王国 你看 小精灵 抓到小雪了吗 恶魔孩子太厉害了 刚才 我用尽法力才把他送进恶魔之门 呵呵呵 太好了 谢谢你小精灵 帮我们除掉了天使孩子 呵呵呵呵 你说什么 难道你们 你可真笨 现在才发现 不可能 我明明检查过你们的翅膀 如果是小雪睡觉的时候 把恶魔翅膀全都给了他 我们身上的 是小雪的天使翅膀 可恶 你们竟敢骗我 精灵之力 糟糕 我这法力已经用完了 恶魔之力 我们要把童话王国 变成恶魔王国 看谁还能阻止我们 黑暗魔王 救救我们 哼 我才不救呢 恶魔孩子 马上要占领童话王国了 你真的喜欢这样吗 啊 听说恶魔孩子都很厉害 以后一定会欺负我的 快救我们出来 我们一起去赶走恶魔孩子 好吧 我打 谢谢你救了我们黑暗魔王 小雪 我们要赶快找到恶魔孩子们 哼 你们还敢回来 恶魔之力 天使之力 糟了 我一个人顶不住了 黑暗之力 哼 太好了 黑暗魔王 谢谢你 哼 童话王国只能有我们 黑暗家族一个大反派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黑暗魔王是大反派吗 看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